首先进行的是垂击实验 为了测试极限性能 测试人员将垂击的位置 选在了管子的两端 工人的全力一击 是否能够将篮管击碎 实验马上开始 一名工人用脚固定好管子 另一名工人全力垂击管子的端口 篮管安然无恙 由于篮管特殊的网状层压结构 有效阻止了管壁产生裂纹 从而排除了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 管壁开裂的风险 随后工人选择了不同角度 进行反复垂击 篮管还是扛住了 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以揉刻钢 由于管壁比较光滑 挖掘机履带直接攀爬有一定困难 所以实验人员 先将挖掘机的前半部分顶起 然后几乎垂直压在篮管上 观察篮管的变化 观察篮管的变化 随着履带的转动 挖掘机无情地压了过去 伴随着一阵阵噪音 篮管几乎已经被压成一层 挖掘机顺利通过 不过测试并没有结束 为了测试篮管的抗压极限 实验人员决定 反向继续碾压篮管 而这一次 篮管能继续经受住考验吗 结果一次又一次的碾压 竟没能摧毁篮管 咱们卡压过去以后 基本上达到百分之百的变性 挖掘机直接开过去 而且你看那一瞬之间 那个挖机悬停在 那个管子的正上方 其实那是20多吨的重力 然后整个作用在 这一根管子上面 然后啪它能恢复 比普通的PVC要强得多 为了模拟真实实用中的情况 实验人员将水注入管体 并加压 之后将两侧封好 这样就模拟了一个 真实的输水环境 而这一次 挖掘机要碾过这个注满水 又充满压力的管子 而面对这样的终极挑战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 盯着篮管和挖掘机 篮管内部的压力为 6公斤左右 模拟的正是普通 城市输水干管的压力值 挖掘机奋力爬上篮管的顶部 然后又迅速碾压过去 而篮管本身并没有产生大的损坏